苗栗县台湾乡有一名占性男子 他昨天下午为了要驱赶猴群 就拿着大龙炮在一处果园燃放 结果不慎把左手的拇指跟手掌给炸伤 当场血流如注 家人发现之后急忙通报119 将人送往医院急救 幸好是没有生命危险 苗栗县山区果农为了降低猴群的危害 经常利用大龙炮驱赶台湾猕猴 不过却接连传出民众自己遭到炸伤的意外 18号下午44岁的詹姓男子和唐姐夫 计划要前往太安乡二本松的田氏园 放鞭炮赶猴群 没想到却炸伤了自己 农作物损害了 所以用鞭炮要驱赶猴猴 一过程中不慎将左手掌及拇指炸伤 血流不止 科兴唐姐夫发现之后 立刻请求119协助 把詹姓男子送到医院救治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国农指出近几年台湾猴亲门踏户的骚扰 越来越频繁 不管他们组装假人 或是连接发出声响的旅怪 甚至燃放各种鞭炮 都没有办法避免果园遭猴群肆虐破坏 反倒是经常传出果农因为放鞭炮 导致眼睛或手指重伤 它往侧喷 就射到我的手 手了就断了 就截肢 我不敢点的 我真的吓死了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指出 要防止猴害比较适合的办法 还是架设店围网 今年只要0.2公顷就可以申请补助 呼吁果农可以向乡镇市公所 或是县府农业处洽询 以免赶猴子不成 反而伤了自己 九张新杰苗栗报道 有请不吝点赋猴子的 或是县 chanting